这叫小狼 这不会是山林里的野兽 闯进我们村子里 将它们给偷走了吧 村子里最近接二连三地发生 羊羔神秘失踪事件 有经验的猎人阿布断定 附近山林里一定是出现了狼 于是村子里组织了一支捕猎队 进山追角 阿布 我们找了这么久 连根狼毛都没看到 你真的确定山林里有狼吗 当然 我是不会看错的 村子里失踪的那些羊羔 肯定是被狼叼走的 而那只狼就在这片山林里 你们快看 那里有个洞 走 我们过去看看 打开手电筒 看看里面的情况 狼 这里面有一只小狼 他应该还没有满月 母狼呢 母狼去哪了 母狼应该是外出觅食了 说着 他探身进洞 将小狼拎了出来 放到了地上 小狼吓得瑟瑟发抖 瞪着小眼睛惊恐地看着众人 你看 这小家伙吓坏了 看上去好可怜呢 可怜 你竟然还会可怜一只狼 这家伙长大后 也会是一只偷洋贼 不如趁现在 结束着他的性命 别杀他 为什么呀 如果我们杀了他 母狼回来看到后 会嗅着气味 找到我们村子 疯狂报复的 那怎么办啊 不如我们埋伏在这里 等母狼回来 然后将他处理掉 这主意不错 有小狼在这里 不怕他不回来 我们这一路 已经留下了气味 狡猾的狼 肯定会觉察到我们的 他绝不会轻易回来的 哪怕自己的孩子 还在这里 阿布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当然有了 我们把这只小狼 带回村子里 当做人质 那样不愁母狼 不来送死 这和我们埋伏在这里 等母狼回来 有什么区别啊 如果说母狼 嗅到了我们的气味 不敢回来的话 那他又怎么敢 闯进村子里救小狼呢 这你就不懂了 狼不但狡猾 而且还非常有耐心 他会用很长的时间 来试探是否有危险 我们在这里 能一直守候很多天吗 回到了村子 可就不一样了 我们可以慢慢等待机会 原来是这样啊 我明白了 就这样 阿布和村民们 将小狼带回到了村子 并用一根麻绳 套住他的脖子 拴在村外石灰窑旁的 一根木桩上 阿布 你这个地方选得真好 四周一片开阔地 那只母狼一出现 我们便能看到 没错 从现在开始 我们两人一组 白天黑夜值班 等待他的出现 对 我们这次一定要除掉他 以绝后患 阿布 你说那只母狼 真的会找到这里吗 是的 没有会放弃 自己孩子的母亲 哪怕它是一只狼 说着 他朝外面看去 只见那只小狼 静静地趴在那里 一动也不动 突然 小狼的耳朵 抖动了一下 接着 他兴奋地站起来 朝远处的山林看去 阿布一愣 接着顺手拿起枪 从窗户伸了出去 那只母狼来了 在哪呢 我怎么看不到它 我也看不到它 但你看小狼的表情 它明显是感觉到了什么 我猜想 它一定是嗅到了 自己妈妈的味道 阿布话刚说完 那只小狼便开始拼命地 朝山林挣着绳子 并发出阵阵嚎叫 这时 山林里传来了 母狼的嘀吼声 小狼听到后 变得安静起来 它怎么突然安静下来了 看来那只母狼 要开始行动了 然而 它们等了许久 那只母狼 也没有出现 它怎么还没出现呢 那只母狼 不会已经走掉了 不会的 小狼还在这里 它怎么会走掉呢 我想 它一定在等待时机 等待时机 什么时机呀 不知道 这个狡猾的家伙 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 这时候 天上一块厚厚的乌云 遮住了月亮 明亮的月夜 转眼间变得漆黑 哎呀 什么都看不到了 我知道了 它就在等这个时候 果然 当四周陷入一片黑暗时 那只母狼 闷不作声地 突然从树林里 窜了出来 然后一阵风势地 跑向摔小狼的木桩 妈妈 妈妈 快来救我 不要说话 我这就救你走 说着 它张嘴去养 拴小狼的麻绳 然而这时候 遮住月亮的乌云 被风吹开 它们一眼看到了 小狼身旁的母狼 哎呀 母狼来了 它是什么时候跑来的 它想利用月亮 被遮挡时的黑暗 救出自己的孩子 可却没想到 乌云又被风吹开了 糟糕 母狼转身朝山林跑去 就在他刚一转身的身后 砰的一声 一粒子弹 击中了他刚才所在的地面 母狼飞快地逃进山林 真是个狡猾的家伙 差一点就打中了 你说他还会回来吗 他知道我们埋伏在这里 更不敢轻举妄动了 不过 他也不会丢下自己的孩子 不管不顾的 只要有小狼在 他一定还会回来的 然而 那只小狼似乎明白 自己已经成为了 猎人吸引自己母亲的诱饵 于是便开始绝食 小家伙 香喷喷的牛奶来了 赶快吃点吧 怎么样 他还不吃吗 是啊 已经两天不吃不喝了 怎么会这样啊 最近这几天那只母狼竟然没有露面 这只小狼是不是觉得自己被抛弃了 所以才会绝食啊 不 他这是想用自己的性命来保护自己的母亲 啊 你的意思是 这只小狼已经决定要绝食自荐了 我想是的 难道那只母狼会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孩子活活饿死吗 当然不会 那只母狼一定在想办法救他 小狼的状态已经非常差了 我想今晚母狼无论如何也会来救他 所以今晚大家都打起精神来 今晚那只母狼会来吗 我看不太可能 月亮那么亮 他不会傻到白白来送死吧 我想 现在母狼的心情也是非常复杂 来救吧 自己很可能会死掉 不救吧 小狼可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哎 有情况 那是什么 是一只白狗啊 我还以为是母狼跑来了呢 这是谁家的狗啊 三更半夜跑出来捣乱 哎呀 那只狗发现小狼了 它不会过去攻击它吧 白狗不急不徐地来到小狼身旁 然后竟然一卧身躺在了小狼身旁 它的身躯正好将小狼挡住 它这是在干什么 它不会要将小狼吃掉吧 赶紧把它赶走 它要是在这的话 母狼是不敢出现的 我去赶走它 喂 你这只狗 赶快走开 别在这里碍手碍脚 哎呀 这只狗的目光 怎么这么凶啊 哎呀 你这个家伙 在咬什么 快给我住嘴 你要是把小狼咬死 就糟糕了 然而 它离那只狼太近了 会误伤到它的 这时候 麻绳被咬断 那只白狗 叼起小狼仔 飞快地逃进树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只白狗 怎会是一只狼呢 没错 一开始我看到它的眼神 就感觉不对劲 狗的眼神 怎么可能那么凶狠 可是这只小狼的母亲 明明是一只灰狼啊 怎么会突然变得 一身白了呢 是啊 只听说过北极有白狼 我们这里可从来 没听说过有白狼啊 这里面一定有蹊跷 走 我们去栓小狼那里看看 在手电筒光的照射下 阿布看到了 木桩前的草叶上 铺了一层白白的石灰 这是什么 石灰 我终于搞明白了 这真是一只狡猾的狼 它钻进石灰窑里 蹭了一身的生石灰 乔装打扮成一只狗 蒙骗了我们的眼睛 救出了它的孩子 原来如此啊 这真是一只勇敢 而又聪明的母狼 傻孩子 你干嘛要绝食啊 瞧你现在瘦的皮包骨的 可怜的孩子 妈妈 我不想你为了我 而装了猎人的埋伏 谢谢你孩子 现在你我都安全了 所以我们可以在乘